在宇宙,有什麼是孤單的呢? 在1997年的時候 有一個重要的太空探射船被發射到宇宙中 它可以說是獨自兩台機器漂浮在太陽系中 沒有任何的空氣 只有來自於太陽的光線和相伴的黑暗 它有一個目的,準備到很遠的地方 經過了幾年的時間,飄著飄著 終於到了土星的軌道中 這就是有名的卡西尼號土星探測船 今天聊聊吧,帶來了解一下 獨自漂流在宇宙中的卡西尼號 並且它到底幫我們發現了什麼東西 卡西尼號是一個前往土星的太空探測船 這個探測船是由美國NASA太空總署 歐洲太空總署和義大利太空總署 合作的一個太空任務 其實這個任務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環繞在土星的卡西尼號 另外一個就預計在土位6登陸的匯根4號 匯根4號其實是一個探測器 它的目的是登陸到土位6的表面 在1997年10月15號時候 卡西尼號匯根4號同時發射升空 升空後經過科學家的計算和加速後 慢慢地飄向土星的軌道 你知道從地球到土星的軌道要花多久的時間嗎? 到了2004年的7月時 卡西尼號終於到了土星的軌道了 總共花了7年的時間漂浮在太陽系中 並且在2004年12月25號的時候 卡西尼號和匯根4號正式分離 各自走上各自的路 首先先來談談卡西尼號 卡西尼號是人類有史以來 第一個進入土星軌道的探測船 它的大小接近一個巴士的大小 在1997年10月15號時被發射到太空中 經過了7年的時間 終於在2004年時達到了土星 卡西尼號發現了什麼呢? 我們在地球上 對於土星的認知一直有著限制 而卡西尼號則帶我們近距離觀測土星 這個其實是重要的一件事 像是卡西尼號在土星 就拍攝了許多精美的照片之外 也發現了7顆土星的衛星 除了這個之外 卡西尼號最大的發現 就是原來土味二 有可能存在可產生生命的環境 原來土味二表面上有冰 在2005年 卡西尼號在土味二的南極的地方 發現了雨狀噴發物質 這些物質依照判斷 是由間歇拳所噴發的 這個表示什麼呢? 這個表示底層可能有 液態水的存在 液態水可以說是生命的起源的環境之一 由此可知 也許 土味二有可能有適合生命存在的環境 當在2015年時 卡西尼號又從土味二的南極的噴發物中 發現有氫的存在 這也讓科學家覺得非常的興奮 因為地球上最重要幾個的物質 水、有機物質、氫 在土味二上面都有存在了 在地球上古老的細菌可以利用氫 跟二氧化碳產生甲烷 並且在合成甲烷的狀況中 得到繁殖所需的能量 所以土味二的表面上 有產生生命體所需要的物質 雖然這不代表 土味二上面就有生命喔 但也讓科學家有的目標 是不是可以在土味二上面找到生命 這個就要依照未來的科學家才知道了 卡西尼號在土星的周圍 工作了將近13年之久 其實有幾個比較特別的事 2016年12月4號時 卡西尼號穿過了土星環 這也是第一次有科學遺器穿過土星環 並且在2017年9月15號時 卡西尼號墜入了土星大氣層銷毀 這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避免生物的污染 大家會想說怎麼可能會有生物污染呢 在地球上有一種生物叫水熊 這種生物可是可以在真空或無陽的環境狀況下 生活一陣子喔 所以生物污染的狀況還是要避免的 惠根絲號 惠根絲號是設計來研究土星的第一大衛星 泰坦 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降落在泰坦的表面 它配備了一個降落傘 可以讓惠根絲號停留在泰坦的表面 因為泰坦的表面可能由甲腕形成的河流或海洋 科學家一直相信泰坦可能會有生命的存在 惠根絲號距離土味6表面1200公里的時候 它是以一個很快的速度 大約每小時2.2萬公里的速度衝向土味6的表面 在降落的時候 惠根絲號拍下了表面的狀況 大氣的氣流和大氣的數據 並且將這些數據傳回卡西尼號上 惠根絲號降落在泰坦表面後 拍下了人類第一張泰坦表面的照片 但是在10分鐘後 它就停止了數據的因素 永遠停留在泰坦衛星的表面上了 而為什麼這個探測船會稱為惠根絲號呢? 早在350年前 1655年3月25號 荷蘭的天文學家惠根絲 就發現了這一顆土星的惠星 所以這個探測船就以紀念惠根絲而命名 最後在2017年9月15號時 卡西尼號最後墜落土星的表面 也正式結束了卡西尼號的任務 因為有卡西尼號存在的關係 我們更了解了土星 在其中卡西尼號回傳了45張以上的相片 也發現了土衛2 很有可能是適合生命存在的環境 這也是未來的探索目標之一 好了 今天聊聊吧 來聊一下卡西尼號這個特別的天文主題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跟分享我們喔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還有小朋友 在此 我們下次見 有一個按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